到底有多大的导动才能设计出一架烧煤的战斗机 代价纳粹德国的冲压动力三脚翼高速截击机告诉我们 只要有决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它造型前卫时尚帅气 飞行员坐在高高的吹飞中靠冲撞撞击盟军飞机 在空中把它们撕成碎片 除了尾气严重超标外 实在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宝贝第三帝国领空的利器 下面就有请德国黑科技的典型代表 P13A高速截击机 亚历山大利皮诗是航空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 著名的ME-163彗星火箭截击机正式出了它的设计 能够凭借着速度的优势 轻松突破P51战机防空网攻击轰炸机编队 在ME-163服役后 利皮诗的大脑洞从未关闭 继续拿出了许多战机设计 P23A高速截击机就是其中之一 P23A截击机其实是由P22设计方案演化而来 早在1943年利皮诗就提出 最好的制导工具 永远是意志坚定的飞行员自己 雷显的截击机应当使用撞击战术 像高射炮弹一样直接撞下目标 此外它还主张利用空气动力学来推进飞机 而不是机械手段 认为只有从活彩式发动机中跳出来 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飞机 在这种思路下 利皮诗拿出了P12的设计 以液体燃料为动力 机体使用最优化的气动外形 吹尾很小 将新兴的冲压发动机和机翼完美融合在一起 但此时已是二战后期 盟军的狂轰滥炸使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 空军虽然还有飞机 但没有燃料 只能每个月飞一次 根本不能对盟军进行有效的反击 但德国拥有西欧最大的洛尔煤矿区 盛产精煤 利皮诗决定采用克罗纳赫公司的燃煤冲压发动机 为它的战斗机提供动力 起飞时使用可抛弃的火箭进行助推 使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冲压发动机启动的最低速度要求 240公里每小时 在冲压发动机的推动下 飞机能够加速到644公里每小时 一吨煤推进的航程可达1600公里 这个效率的确也是高的可以 汽流通过机头进气 经过内置的管心减速加压后 在后部的燃烧室中与点燃的煤块混合燃烧加压 燃烧室的核心是一个装载着燃煤颗粒的金属网栏 由发火的煤气装置点燃 汽流通过后变成高温高压气体 最后通过尾喷管喷出获得推力 理论上讲固体燃料确实比液体燃料有很多优点 固体燃料不会因为速度速出流淌 相对来说燃烧会更加稳定 为了避开进气口的气流 让气流顺畅进入燃烧时 将驾驶舱向上移动与吹尾组合起来 创造了一个又挫又撞的垂直尾翼 这样一来 烧煤的飞机布局就完全不同于原先的P-12 因此李毕诗将它重新命名为P-13 P-13长6.7米 翼展6米 高3.2米 为提升飞机速度从机身到尾翼 都进行了超前设计 操用了跨时代的三角异形 机翼后略角达到60度 整机没有起楼架 使用一个滑车滑跑起飞 依靠机负滑翔降落 机翼可折叠 一方面可以方便使用铁路平板火箱进行运输 另一方面也方便地心人员更换燃料 飞机起飞重量2.2吨 表面坚固强韧 机翼前缘专门进行了加固 毕竟这可不只是一架飞机 而是为撞机而生的人操炮弹 1944年5月 PL3在威尔纳郊外进行了小规模测试 但没过几天就被美军缴获 对于这么个外形怪异的黑科技 美国人大为惊叹 将利皮尸团队送到美国 让他们继续进行剩余的大部分研制工作 在美军的支持下 PL3项目最终完成了测试 名名为PL3A 燃煤动力装置能够正常运行 机体结构也没有问题 之后还将燃烧式的金属网栏 改建为一个可让利轴以60转每分旋转的 金属骨形容器 以保证稳定燃烧 但由于燃煤的效能太低 无法提供超音速飞行所需要的巨大动力 实际最高飞行速度只有0.5马赫 连活彩式战斗机还不如 实在是太过鸡肋 项目最终被关闭 但PL3A证明了三角翼异形的可行性 以及各种优点 为超音速战机发展提供了思路 后来利皮尸与康威尔合作 开发并测试了XF92战斗机 和F106三角标正是这个项目结出的果实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记得帮我点点赞 给您带来更多有趣的科学故事 我们下期见